都很大的 因為這個獎是從小就聽過的 那麼厲害 不同的行業之類的範疇 沒想過自己可以拿用一個 我覺得最重要是用一個職業魔術師的身份 去拿到這個獎 這個是最難的 那麼多年來都是沒有試過 我覺得這個是最開心的一件事 有什麼時候想問過面有很多人想過嗎? 是多了很多人請我去演講講座 就是講一下我的心路歷程 做魔術師以來這麼多年 就是十幾年前開始 怎麼去走到今天這條路呢 也都是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 就是好像十五月有一個 找我和跳舞有關的一個幾場的show 都是做慈善的 都多了很多這個類型 商業工作反而就少了 是的 慈善就多了 最艱難的時候一定是開始的時候 頭幾年沒有什麼收入 又沒有什麼人找你表演 在家裡不知道做什麼好 天天就蹲在家裡 就說要做魔術師 一個沒有表演的魔術師 就堅持自己是魔術師 那段時間是移入了這麼多年 有什麼事情令你這麼堅持 因為我又覺得自己會做到的 只要堅持那段時間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這樣的信念 雖然是沒有東西做 不知道做什麼在那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有一天我會做得很好的 甚至可能比現在做得那麼好 那家人當然要多謝他們 雖然他們是我支持的 但是他看到我的堅持 他從支持都被我感動了 去做這件事 當然另外就是太太 從拍拖之後知道我做魔術師 至於特俄畢業 都在反對之下 亦是相信我的堅持 MING PAWLAND vita MING PA sustainability 感谢观看